我们出发了 坐船出海 看看这人 你好 我是香哥可宽来的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葡萄牙法罗的一个海边 这里和比利时的海边完全不一样 你看 现在是11点钟这样子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躺在沙滩上 有太阳还有冲浪 还有是到那个海边去游泳 那么今天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冲浪的一个课程 教练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那个冲浪 今天就开始我的第一次冲浪的旅程吧 给你看一下 你看那个海水好蓝哦 你看那个大海 天哪 一望无际的大海 好多人已经在这沙滩上晒太阳了 现在我们还没到那个冲浪的时间 因为我们去问的是下午的2点到4点 才是我们的那个冲浪的课程时间 这个法罗的那个海边 比利时的海边要蓝得多 很好玩 并且呢 我发现这个浪 它没有比利时的大 比利时的它有很多层 那个浪从大海的外面 一直都到这里来 但这边的话呢 它有那么多层 现在我会拍一下 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想说一下 我发现这边的人 他们的那个 休假时间很长 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 他们的早餐时间是从凌晨的4点到中午的12点 我们早上7点多8点吧 还没有人起来吃早餐 只有我们几个人 到了8点多9点的时候呢 我才看到那些人陆陆续续的下来吃早餐 今天晚上呢 是我们观看海豚的一个项目 nice 晚上已经预定了 就是两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长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运气能观看到海豚的出没呢 那等一下呢 我会录一些视频或者照片 分享给你 就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路程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靠近出海的一个地方 你看看我身后就有很多这种船 这种船是中文专门出海的 身后的就是游玩项目的一些信息 还有日程 还有就是时长 你看海豚啊 或者是就坐船出去游玩的那种 都是在这里咨询 不太不懂在网上预定或什么样的 都可以来这边咨询 在我身后有很多隔着 那很多窗口的这一栋龙就是景点 这个酒店呢 就是也是靠近海边的 观看海豚的话呢 它分有三个时间段 分别是早上的8点半 还有11点 还有晚上的6点 那么我在网上预定的时候呢 只有早上的8点半的这个时间了 因为太早 要从酒店港过来这边的话 实在是太赶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预定了6点的这个时间段 11点的已经是没有了 我们在晚上预定的时候 已经全部定完了 只有早上8点半或者晚上6点这个时间 那我问了一下那个导游 他问我有没有带那个外套 因为现在是下午的半晚的时间吧 半晚的6点这样 现在还是会很热的 但是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8点半 9点这样子 所以会有点冷 如果是选择在晚上6点的这个时间段 去观看海豚的话 记得要戴上外套啊 因为这边欧洲这边晚上还是有点冷 现在我们出发了 坐船出航看看这个人 有没有带问题吗 没有 有没有带问题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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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需要两个人在前面 在前面的带 所以我们可以带来到前面 但我们需要带来到前面 我们需要带来到前面 如果没有带问题 我们需要带来到前面 可以带来到前面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有时的接着 有时候会在没有 有些人在一起 你有种生活和平静的 laughs 所以在生命中 我们永远天 我们永远都会有些小赌 因为我们只会不出现 温语 哇 几万无奇的颜色大海 天呐 真的看到电了 站在船上 下 下 下 你可以站起来 但大家美好 向上 突然都落在同线 右边 方向 学校 乘午餐 水 空 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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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有意味的 所以在他们的食物 他们用核心 是像一个化学的 所以他们做一些水平的水平 在水平 左边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看完那个海豚了 我们去找些东西吃 在视频的结尾呢 我会上传那个海豚的一些照片 然后呢 带分享给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和证实 别忘记关注我 我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美中博主向coco 下期见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哦 拜拜 下期见